剧集白色强人在万千新辉颁奖典礼2019中获得相当好的成绩 除了得到最佳剧集之外 马国民也凭唐明一绝首夺势地 而张希文也夺得飞跃进步女议员 这晚剧组举行庆功宴 马国民 郭靖安 唐诗勇 李嘉欣 凯莉 朱志贤和黄家乐等都有出席 剧组更宣布会开拍续集 身为新鲜出炉的市地马民 更自掏腰包 请台前幕后吃饭 今天就是马民万岁 当然要他中奖嘛 他有几千万吗 我也想啊 没有 不会吧 你说你妈妈中了不是吗 没有啊 没有中了 选了拿奖就没有千万了 那个奖很贵的 是吗 知道 你多拿几个你就知道 就像你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先卖掉一个 你现在只有一个你不能卖 好 好 好 大家都说一起就白色强人一起去登台演出 你OK 不是已经筹笔了吗 我已经现在已经练歌了 对吗 背底了吗 对啊 我已经练习了 练习了很多的歌了 准备在这个演唱会 是白色强人演唱会 对对对 每一个像蓝山手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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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朱朱 凯利和珈乐 一直到原班人马开拍续集 就立刻开始想自己的角色 在续集里面可以有什么新突破 我们三姐妹的开心的生活啊 然后我很想念我的爸爸 转狗 所以很期待继续跟他合作 我想我的角色可以多一点信心 对 以前不够自信 对啊 还有就是可以成功做一个手术 对对 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这个你要跟今天去反映一下 对 那朱朱 阿什麽 然后我想看桥这个角色可以 沙蓉多一点 因为他经常就是黑着脸 然后很有气势的那种 但是我想有一点点改变 可能会友善一点